大家好,2022年眨眼就过了 又是时候跟大家回顾一下整年发生了什么大事 首先当然就是第五波疫情 相信在2021年大家都憧憬着2022年将会是更好的一年 希望疫情可以慢慢退却 谁知道在年初的时候就来了第五波疫情 剧场在1月7日再次被迫封闭 令到很多的节目包括香港艺术节 比以斯飞跃演奏音乐节的实体现场演出都要取消了 要到4月中,剧场才慢慢在有限度的情况下重开 不过仍然受不同的防疫措施影响 包括入座率最多只可以是85% 表演者如果要脱口罩的话 要有核酸证明后台不可以饮食等等 最受影响的应该就是 如果有表演者在演出期间演绎的话 他就不可以再表演了 意味着表演可能需要逆角甚至取消 当中最不幸的一定是音乐剧《大壮王》 他在2019年预演之后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排期有正式的演出 因为疫情的关系一拖再拖 到今年终于可以排期演出 Opening那几场又因为有演员演役要取消 到最后那几场也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取消 真是非常不幸 经过了几年的疫情 不同的艺团 特别是大型艺团 对于如何公布新一季的节目 都有不同的应对方法 例如香港小家享乐团 他们每年四五月左右 就会公布新乐季的节目 不过今年他们并没有完整公布他的节目内容 甚至连他的节目小冊子都没有印度 是要等到他们临近节目的宣传期 才会公布音乐会的一个场程 又或者是香港艺术节 平时他们大概在八月就会公布精选的节目 到十月就会公布完全所有的节目的场程 等到十二月就开始卖票了 不过今年他们到十一月中才公布首轮的节目内容 最后那些节目要等到十二月中下重才公布 但是他们其实十二月七号就开始卖票了 看得出不同的乐团或者艺团 其实都是在对于疫情的关系持观望的态度 所以才会将他们的节目慢慢推迟公布 2022年有很多音乐圈中人来我们移去 包括通理琴行的创办人李子文先生 李先生在上海来到香港 展转经过朋友的介绍开始经营琴行 最初他是以代理欧洲乐器为主 后来他就遇上了想打开东南亚市场的Yamaha 因为日本的乐器比欧洲乐器便宜 所以他就组成了香港的代理 与此同时他也签到英国、德国钢琴组装的代理权 令到他可以在香港制琴 大大地降低了成本 吸引了更多的本地人去买钢琴和学乐器 后来他也开始涉猎音响或录音等等制作 所以说通理琴行对于无论是古典音乐 还是流行音乐 在香港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服务香港电台第四台多年的主持 杜格尊先生 他也在今年的8月在伦敦过世 杜格尊访问过的音乐家超过1000位 当中不乏一些传奇级的音乐家 例如阿西斯丹、傅聪等等 他也在2008年 英国政府为了表辱他去香港 推广英国文化的贡献 特别颁授NBE勋章 今年离开我们的不仅人还有地方 虎炮乐谱 他在今年12月1日交还给政府管理 虎炮乐谱其实在2019年 就以一个音乐学院的方式 营运 不过由于疫情的关系 令他们长期的亏损 无法跟着经营下来 所以原本的合约是2025年 但他们也选择了在今年提早结束合约 交还给政府 2022年的香港艺术界 都可以说是人事变动的一年 很多文化机构的额头也大执位 例如服务香港艺术节多年的何嘉军女士 在今年11月退休 由发展总监余杰宜女士接任 另外香港电台第四台总监 萧树胜先生也退休 由资深监制谢鸿飞接任 至于一早已公布在2024年 离开香港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范智登 终于公布他下一个落脚点在哪 就是香港首意外乐乐团 按照乐团的关例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先邀请前在的人选 跟乐团合作试试水温 所以在未来跟香港管弦乐团合作的指挥 非常有可能其中一位 将会成为他们下一任的音乐总监 香港艺术发展局 在今年也举办了换届选举 今次的选举是国安法实施以来 第一次经过完善制度之下的选举 在新的制度之下 提名的门槛大幅提升了 而投票的人也要重新登记 也不同 上一届一个人可以投10个界别 而是每个人只可以投给自己所属的界别 而今届的投票率也大大地降低到19.5% 是近7届以来最低的一届 而音乐界别的得选者 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梁建峰先生 Uptik城市售协网 在今年12月开始 亦更换了它的经营者 就是由天中猫眼开始经营 其实天中猫眼前年已经投标成功 本来预计在今年的上旬就开始接手 但亦是因为疫情总统的关系 去到推迟到12月1日才正式接手 根据报道 它将会提升城市售票网不同的功能 例如是它的容量 亦会提供虚拟牌位 亦支付不同的付款方式 不过在营运的初期 亦受了不少的考验 例如说它的网站要不停认证 又或者不同场地 一个实体的自动售票机 出不了票的问题 希望它们在未来可以尽快解决 至宣布以来 亦引起不少争议的故宫文化博物馆 终于在今年落成 虽然说故宫博物馆 好像与香港音乐有些距离 但其实近年不老的乐团 亦是积极地拓展表现的空间 所以说不定这个新的地表 亦会成为他们想表演的场地之一 而事实上 香港中乐团早已在那里 举行音乐会 我相信亦会越来越多的团体 特别是中乐乐团 会在那里举行音乐会 而另外 东九龙文化中心也就快完成了 预计在2023年可以投入服务 而政府亦率先开始 这个驻场艺术家先道计划 和场地伙伴计划的邀请 让有兴趣的艺术家或团体去申请 2022年 模仪是一个充满严重考验的一年 由年初一的第五波疫情 到现在开始慢慢进入复苏的路上 在拍片的一刻 刚刚政府宣布了 基本上大部分的防疫措施都会取消 期望2023年 香港整个社会 都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回复正常 期待新一年 会有更多的精彩节目 可以重临香港 这些是没有签大 币将来 伍生这些车刀